在2020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八男》别闹了 这个男人是一个狠角色 据说售后宫连嫂子都不放过 本来他只是一个25岁的平凡上班族 每天内成狗也赚不到多少钱 回到家还在自己掏米写菜做饭 而当他坐在餐桌前 眼睛一闭一睁 眼前的出炸蛋饭就变成了丰盛的西川 不仅如此 他还发现自己变成了小孩 身边都是一官华丽的上流人士 还以为在做梦 只好眼睛又一闭一睁 但事实告诉他这不是在做梦 他很快就想到自己会不会是穿越了 随后就有一个大叔拉着他来到大家面前 让奶奶做自我介绍 但是他叫什么哪里知道 不过他倒是清楚了这个大叔 就是自己父亲 而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可自我介绍怎么说啊 奶奶哪里会知道自己叫什么 这是哪里他都不知道 还好一位哥哥站出来替他解围 他也才知道自己的名字叫威尔 今天是大哥科特的结婚典礼 看看这场所 威尔也不惊慌也不好奇该怎么回去 反而在一起有大嫂的身份 因为据说大嫂是名闻望族 再看看眼前的排场 威尔十分确定 以及肯定地认为自己穿越到了贵族世家 这不比以前的操弹生活来得快活 还要回去痛狭小哦 不过事实也是很残酷的 即便穿越到了一世界 打点充胖子的事也能就是常有的 因为威尔的家族竟是落魄家族 昨天的排场只是用来装逼的 眼前这比自己在现实世界还要差劲的伙食 告诉威尔即便穿越了 他还是个比较好的日子 但是仔细一讲自己虽然是最小的 不过只是三个孩子的老夫妻 应该也不会太虧待自己 可不问不知道一问才吓一跳 因为除了昨天解围的哥哥以及大哥 威尔还有五个长辈 他在家排行老八 本来这不富裕的家庭 更没说给他这八难提供任何帮助了 而且这个世界在大哥成家立业后 其他几个兄弟的成年后 更是得脱离家族出去独自闯荡 威尔木从兄长离开后 马上就明白了这是一个 少壮不努力 长大连种地都没折的残酷世界 因为家里的产业全都是大哥的 让其他兄弟出去 也是为了让他们断掉 对家族产业的觊觎 但是就这贵族 你确定有人觊觎吗 反正我看这几个兄长离开的时候 都是很开心的 起码出去打工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而既然现实如此残酷 威尔想着反正都让自己重走一遭 趁现在还小 决定一定要好好努力学习 他翻越家里的古籍时 找到一颗水晶球 按照上面的指示 他发现自己竟是拥有魔法天赋的魔法师 于是赶紧按照书本记载 在丛林中苦修魔法 但是都没有什么鸟用 不过有一名男子 在看到威尔在尝试 魔法就走了过来 表明自己是魔法师的身份 他要把自己毕丧所学都交给威尔 为了让威尔幸福 还在威尔面前用魔法 轻松打败了一只扁种野猪 这不就是免费外挂送上门吗 等魔法师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让威尔必须低调行事 等长大一点 才能暴露自己学会魔法的事 不然威尔就会遭到旁人的误会 认为他是基于家族产业 很快 威尔就开始展开了修行 但修行时间不长 魔法师30年的绝活 就全都被威尔学会了 但你不要以为是威尔天才 只不过是老师进行了力量互试的修行 就是可以让一个魔力少 人快速变成像自己一样强大 这不是外挂是什么 但很快 老师这个外挂就被故事设定 给写没了 因为在一次回家的时候 威尔听到父亲说 最近三年出现了死瘀者 这是保留理智的死者 但如果长时间不处理 最后都会失控 为了想到父亲说到死瘀者的特征 就是身体冰凉 想到老师在叫自己飞行术时 他的身体就是冰的 他立刻去寻找老师 但老师觉得今天夜晚打算与他道别了 老师确实是死瘀者 当时为了寻找一株传说中的草药 却遭到魔物的群体攻击 因为死后一直渴望能有人寄生他的魔法 所以才苟活到了现在 如今他已经把能教的都告诉了威尔 剩下的路就只能靠威尔去走 他还要求威尔将自己进化掉 这是最后的考试 威尔冷通跟老师告别后 一转眼就到12岁的时候 他只身一人来到冒险者预备学校 不过由于这些年一直为了保密魔法的事 而为守威尔教习惯了 导致见到这么多生人 反而威尔有些不适应 他不敢开口跟人主动交流 还以为是大家孤立他 结果别人也真的认为他是不屑与他们交流 按正常情况这里准会出现霸凌 但没想到这些学生一个个都是上大分的人才 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威尔的实力强大 竟纷纷在威尔面前证明自己的实力 好希望威尔加入他们的团队 而最后威尔在救下以埃尔·伊娜·路易斯组成的三男小队后 并也将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伙伴 毕竟这是有妹子的队伍 而接下去的剧情就是彻底龙奥天化了 威尔被边境波看中 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老师的老师 就是边境波招募的首席魔法师 也就是说眼前这个老头子就是威尔的大老师 他很感谢威尔救赎了自己的徒弟 所以便将徒弟的伏地也送给了威尔 而正好自己的哥哥五男要结婚 大老师也顺路要去王突 于是便带着威尔一起出发 但是途中却遭遇到了不死的远古龙袭击 这龙之所以被称为不死 是因为只有进化之地的魔法才能消灭它 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没错 就连大老师都不会进化系的魔法 所以最后还是威尔进化了远古龙 于是直接被国王给看中了 当场基于男爵的爵位 甚至还被教会权力最大的老爷子邀请交谈 连自己的孙女爱丽丝都拱手向那 只是想前不到一分钟 就被许配给威尔 威尔现在鲁日中天 原型小队的伊娜和路易斯 都开始想着如何才能做威尔的测试 只要跟威尔扯上关系 那么日后还怕不飞黄腾达吗 这绝对是上大分的后宫 但威尔的好日子也马上到头了 因为国王看中的也只是威尔的实力 他被安排去讨伐一只实力强大的土龙 这是一份充满危险的征途 但是等到了目的地后 国王挥下的首席魔法师竟是一个盾法 不仅可以召唤出铠甲露的一劈 挥出的攻击还自带魔法特效 首席魔法师拼命地跟土龙搏斗 而威尔需要做的就躲在后面放一个大招 呀 这类物真的是充满危险啊 不过 最后出现了一大波魔物 确实给威尔带来的不小的麻烦 但是这个麻烦也只是作为威尔收后宫的奇迹 因为艾迪斯的作用是奶妈 她没办法上战场厮杀 当她得知自己的未婚夫竟然在战场如此勇猛 于是在凯旋而归后 就选择跟威尔同居过日子 还在面对伊娜和路易斯两人的嫂娜 也是笑脸相应 最后威尔直接当着艾迪斯的面 直接接受了这两个白给的后宫 就这样幸福的日子在经过了三年后 总算迎来了一些相对棘手的麻烦 由于威尔实在是太过出色 以至于被不少人给盯上了 正好威尔和大老师以及自己的伙伴 在前往一座遗迹时 不小心踩到陷阱被困在了遗迹之中 这点魔物数量是连威尔都无法轻松应对 他们被困在遗迹的时间有些敞了 连国王也不知道威尔到底是生是死 这个消息一出 立刻让那些蠢蠢欲动的贪官找到了机会 开始疯狂散播 涂隆勇者遇难的消息 并联合威尔的大哥以及计划如何夺取 难却未至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让贪官如愿 因为威尔他们不仅从众多魔物中杀了出去 还成功在正宫老婆的情文鼓励下 爆发出精灵魔力 瞬间秒杀了冥宫中的奴魔像 而这下威尔在这个一世纪的地位将更加无法撼动 很快 威尔就有必须回到老家一趟的必要 因为在16年前 摩执琳远征了那一伙人 如今已经全军覆灭 全部变成了死欲者 一伙者是失去理智的丧尸 而摩执琳距离威尔老家很近 他被委托回到老家去清理这些丧尸 并将这些死者予以后葬 可是大哥科特却不断阻挠 他总认为自己弟弟是回答抢夺位置 所以现在摩执琳也属于大哥管辖之地 他提出了一个极为苛刻的要求 想要变相赶走所有人 但威尔直接捂识大哥和队友展开了进化行动 很快威尔一伙人就将所有死者的遗物都带了回来 村民们都很感谢威尔 毕竟自己亲人的遗物能够造回 可是那些死者的遗物基本都是铠甲武器 大哥焉悟这比自己小20岁的弟弟在收买人心 就以铁不够为由下定要征收这些铁器 结果威尔直接拿出一大块铁交给大哥 村民对威尔的感激都被大哥看在眼里 而村民也意识到威尔是更好的领住 所以甚至冒着可能会被处决的风险 恳求威尔夺走他大哥的位置 这片土地已经快被这贪得无厌的大哥毁掉了 而且威尔会接到进化任务 也是王公的安排 如果威尔愿意 他真的可以直接夺走这片土地 但必须要合情合理 能正是算好 大哥这人必会和威尔闹翻 而威尔的威人也绝对能够让村民俯首称臣 一切都只需要理由达成就足够了 但是开头说到设定 如果威尔继承领主 那么大哥包括大嫂 还有孩子都将失去贵族头衔 像当初大哥成婚一样 其他孩子都会去掉头衔 去外生活 聪明的大嫂早就看出了事情的不对劲 于是便不断地开始主动截定威尔 试图在威尔面前留下足够好的印象 而威尔此时却只是想着 怎样才能不引发骚乱 最后他在确定要夺走大哥位置后 便不断离见大哥身边的人 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光感司令 打啊又打不过 人也都被骗走了 愤怒的大哥最终失去了理智 接受了之前三不谣言的贪官 给了一个魔物 在催想后 他的身体瞬间被吞噬 化身成巨大魔物攻击威尔 而这个时候威尔也不得不亲手 进化哥哥 在哥哥临死之前 一缕怨魂跑了出去 他自知不是威尔的对手 于是跑到贪官那些人面前 复仇了 在做完所有事情后 国王欲发赏识威尔 于是还破格答应了威尔 选择了两个人直接的命绝位 而威尔选择的竟是大嫂的两个孩子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因为再不结束 这部片可能就要出大问题了 因为小说的大嫂最后 也真的跟威尔走在一起 虽然起初威尔并不同意 师父坚强行以配女的身份 安排到威尔身边 但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了 这就是一部典型的 桂圈争乱的动画 威尔说是穿越 倒不是说是在现实工作太累猝死而转生 这个说法 我想大家是不是瞬间 就想到了一部21年的黑马新翻 整理来说 这部动画前半端的节奏还算紧凑 可到后面的剧情就有些迷惑 而其实很多人会去追这部翻 更多的是冲着大嫂去的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制作做的求生欲太强了 不仅对剧情上改动较大 还在动画结尾打了空枪 在观众最想看的剧情前 停了下来 不过这一切都只能提到生存二字 只是大嫂为了生活 破坏后路把了 对于这部动画 你又是如何看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我是超年 又迷你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能给我的视频 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